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家店铺呢 它名字里面虽然带着欧美两个字 但它其实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欧美风 就是特别紧身啊 特别low啊 更多的我觉得是非常的独立 然后非常的有个性 并且呢 我觉得还是挺日常的 这家店呢 它算是今天这七家里面价格偏高的 但确实它们家的质量是做得不错的 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白色的针织 它是一个非常修身 非常紧身的 质量呢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 就它并不是说特别的软 穿在身上并不是特别舒服的那种 修身的设计吧 你面料就是得做得硬挺一点 穿上之后呢 才会比较的酷 比较的有型 有范儿 我最喜欢的两点 一个是它这个非常长的绳 就是肯定应该没有人会把它系起来吧 就肯定就是很随意的这样子 搭在下面 随性的感觉 那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拉链 是可以直接拉到这里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种穿法我还是建议 头肩比比较好的女生去尝试 像我这种去尝试这种穿法呢 就会觉得头大大的 然后反正整个人看起来怪怪的 不过呢 也真的是蛮有个性的 反正这件衣服我是还挺满意的 那他们家第二个我想说的呢 就是这一件黑色的 大家看这个设计就挺眼熟的 对不对 其实很多 不管是淘宝啊 或者其他的品牌都有出种设计嘛 就是一个非常低胸的 然后有点宫廷风的这么一个小方领 我之前不是没有在其他的店铺 买过一模一样的设计 我真的不得不说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之前我买的那种呢 穿在身上就是软塌塌的 没什么质感 你看就是你花几十块钱买来的衣服 那种便宜点的呢 它的这个领子还会一直往上跑 可能是因为我的胸太平了吗 反正就是非常的尴尬 穿在身上之后一点都不合身 但是这一件呢 就属于它的价格和质量 算是比较成正比的 它的这个面料呢 是会稍微厚一些的 很舒服的 然后跟刚刚它的这件一样 这两件都是属于那种 螺纹比较重的比较深的 我比较喜欢嘛 因为比较显好 显得质量非常的不错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在它的这个胸里面 拿近一点给你看 里面呢 这里翻下来胶的设计 所以它其实是能有一点点 贴在你的这个皮肤上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的 往上或者往下跑 所以说这件呢 对任何身材都是比较友好的 真的设计的还蛮贴心的 我觉得 你逛它的那个店铺 就看它拍照的那种手法啊 风格啊 是属于那种比较普通的 并没有说要请特别漂亮的模特啊 去吸引你的 激发你的那种购买欲 虽然说我还记得 那个车我下单的时候 并没有报一个特别高的期望值 但是拿到手之后我发现 就立刻怎么说 特别关注了这个店 对 它们家第一个我想说的 就是这件毛衣 它应该是一个那种海马毛的 对 说在前面就是它这件毛衣呢 有点掉毛 但是这件毛衣呢 我真的很喜欢它整体给我的一个感觉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配色 其实大部分毛衣呢 要么你乍一看就知道 是冷色系或者暖色系 但是这一件呢 它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 它的芥末绿的这块呢 是那种比较暖色调 比较温暖的感觉 下面这里呢是一个冷色调 同时也不会让人觉得很冷 就在冬天的时候 穿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它颜色的选择和搭配 是让人感到特别舒服的 但其次呢 就是它是一个海马毛的嘛 所以说穿在身上呢 也是比较柔软的 反正我是觉得单穿也没有问题 是很心肤的 这个牛仔衣 我拿到手之后 就真的是太喜欢了 穿在身上之后 也是真的太喜欢了 是非常干练 非常利落 非常显瘦的 这么一件牛仔衣 真的就如果你是上半身比较胖啊 或者说肩膀这边的线条啊 胳膊比较粗的朋友啊 我真的强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这一件 价格呢 确实是会高一些 但我觉得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啊 质感到版型 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件 就是属于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是能穿很久很久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柔软 舒服的这么一个牛仔的面料 它的这个袖子这里呢 做了一个这样子翻下来的设计 最好玩的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领子这边 应该是一个牛皮吧 正是因为这种小皮领的设计呢 就让它跟其他的黑色牛仔夹克 一下子脱颖而出 就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那种质感 这件真的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经历了刚刚那家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接下来这家店铺 它的价格一下子就变得更加的合理 性价比更加的高 他们家模特图拍的特别好 所以我是被模特图种草了的 就特别特别多图片 可以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越翻越想摆 其实我觉得很多淘宝店铺 他们都很聪明 故意会拍好多好多图片 然后给你展示这件衣服 各种不同的穿法 就让你觉得哇好实用 然后好想摆 这件呢就真的挺特殊的 首先它就是一个夹量件 但是它更独特 更不一样的点 就在于它并没有选择去用 两个颜色来做这件衣服 而是只用了一个坨色 所以说这件衣服呢 它看上去就是 简简单单温温柔柔 因为它就一个颜色嘛 但其实呢 它又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衣服 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 它那个模特穿呢 其实它不是露旗的 但可能是因为我个子太高 或者上半身太长 还是怎样 被我穿成了露旗装 但我觉得还出奇的挺好看的 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个身高 1米78的女生的话 你也会穿出跟我一样 露旗装的效果 但如果你的个子 是属于大概平均身高的话 那应该穿出来 就是模特穿出来的效果 它的面料我很喜欢 是那种非常丝滑的 穿在你的身上 贴在你的皮肤上 是有一点冰冰凉凉的 整体呢 其实是有一点点 宫廷风的那种感觉 那我非常喜欢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领子上的 这个小尖尖的设计 就显得人更加的干练 更加的利索 他们家呢 真的还有好多 我想要去尝试的款式和设计 我这样一番 好像有200多件衣服 等着我慢慢发掘吧 反正就这样子 把自己的宝藏推荐给大家了 下一家店铺呢 应该是我买的 次数最多的一件 好像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还穿着他们家 另外一件衣服 但现在已经下架了 这件呢 是我最次买的 这样子的一个高领 然后也是一个 带拉链的毛衣 它真的好舒服 就属于你完全可以单穿的那种 而且这样衣服吧 我觉得它做最好的 就是它的这个厚度 真的给你温度的 就不会让你动着的 同时呢 又不会让你整个人 看起来很臃肿 颜色呢 就是一个非常温柔 舒服的米白色 然后可能还有一点点点点 偏黄 我非常喜欢 直接把拉链拉到最头 只露上一个头 把你的脖子全都盖住 一个是那样子更保暖 一个是那样子更加的酷 他们家这个店铺呢 整体的风格也是今天的这七家店铺里面 最酷 最中性风 比较潮的感觉 如果是喜欢这方面风格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第五家店 就是我夏天那会儿 在他们家买过挺多衣服的 他们家也算是比较出名的一家店了 其实也是你刷一刷 就会觉得是质感很好 然后老板在很用心的做的这么一个店 然后做的也是蛮大的了嘛 这一家呢就是我最近挑到的这么一个毛衣 非常的复古 非常的慵懒 看上去呢 就觉得你这个人很温柔 很有力量 然后学习成绩也不错的样子 版型呢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宽松 然后肥肥大大的 给你们近看看一下 配色特别特别舒服的一家 他们家真的是宝藏 倒数第二家 我已经把它穿在身上了 一站在这里大家有没有说 诶 斯诺我现在身上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球店铺 这家店呢也是我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 他们家的那个白色的高领针织了 如果你们看我视频的话 肯定会有印象 我最近呢也在他们家买到了这件衬衫 颜色呢真的是非常的复古 就很给我一种那种民国时期的记者的感觉 你细看的话呢 它的面料真的是非常有质感的 并且穿在身上呢也是很有型的 并没有软塌塌的就塌下来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我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领子的设计 领子你这样子把它系到头 然后再翻下来 就是一个这种堆堆领的设计 真的是很有特点很有意思 就让人觉得你这样衣服更加的复古了 对了如果领子呢 你故障堆得那么高 你就可以把它这样子解开 就可以这样子翻下来 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正常一点 其实这样穿也挺好看的 就可以比如说上学啊上班这样子去 然后下班了要去一个地方打卡拍照 不对应该也没有人会下班了去打卡拍照 就反正这件衣服呢 有两种不一样的穿法 我觉得非常的划算 这样说最后一家店铺呢 它的风格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小众暗黑风 我本来对这一类的风格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但是这样衣服我穿上之后 觉得自己特别的温柔的同时呢 又很有个性 然后又有一点点可爱 就真的是各种感觉混杂在一起 49%的羊毛加51%的棉 它穿在身上呢 是真的真的很舒服 就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它也是背后这里呢 有很多扣子的设计 所以说你自己可以选择 你要系多少颗扣子 就呈现出了你的这个领子 不一样的一个松紧度 还很喜欢的呢 就是它 我走近一点给你们看啊 它的这个袖口这里呢 是比较硬挺 然后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说吧 就显得你的这个胳膊呢 能稍微的细一点 衣服的下摆这边呢 是有一层纱的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也是一个非常有亮点的小点缀 那这个呢 就是所有想给大家推荐的 七家淘宝店铺了 坚持看到这里的大家 是不是真的觉得每一家店 就不管是不是你的风格 确实还不错 对吧 如果你觉得确实还不错的话呢 就请记得关注我 先帮我点个赞 先帮我一件三连 就还是那些话了 但是对 不要忘记 那就先这样吧 希望你们还喜欢 拜拜 拜拜